女人不安分的脚趾在男孩脚背轻点了两下 表面却保持着优雅的吃相 见男孩配合的没有出生 他便加大了撩波的力度 对面的男孩父母对此毫无察觉 依然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 这场由真由主导的禁忌之恋 从直四出生那天起就拉开了序幕 二十年来 真由将直四成功培养成了自己喜欢的类型 两人时不时就在酒店密会 一起品尝顶级香槟 共同欣赏西班牙电影 但真由却在那件事上一直吊着直四 每当这时直四就会习惯性忽略真由的话 因为在他心里 这辈子都只会对眼前的阿姨感兴趣 想到这里 他顺势跪在了地上 开始在红线边缘疯狂试探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真由复仇计划的一环 三十年前的某一天 真由家附近搬来了一户新邻居 邻居女儿是和真由年纪相仿的百合 令真由意想不到的是 对方见到自己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血型 得知真由是O型血后 百合直言不讳地表示 O型的命运就是服务身为B型的自己 不等真由反应过来 百合就将目光锁定到了真由胸前的项链 真由虽面露难色 但还是大方地把项链送给了百合 百合非但没有半句感谢 反而耀武扬威地表示这条项链更适合自己 自那以后 百合就开始了无止境地索取 除了一些简单的配饰 就连他喜欢的男人都要下手 真由文言当场正在原地 震惊和恶心的情绪交杂着涌上心头 分明已经瞒着自己和亮衣上了床 事后还故意放低姿态 请求他把男人让出来 不仅如此 他还云淡风轻地描述起了两人的第一次 真由被百合的话直说心窝 为了在新婚之夜将第一次献给亮衣 他一直都保留着完毕之身 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被这个所谓的闺蜜横刀夺爱 真由得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当晚他喝得鸣饼大醉 之后又向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献了身 这是他彻底放下亮衣的见证 也是他复仇的开始 他一百合闺蜜和亮衣编辑的身份 跟这对狗男女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并耗费二十年的精力 将两人的儿子培养成他爱的奴隶 时不时还会突然出现在这个三口之家 给直四一个大大的惊喜 女人和闺蜜儿子偷偷出门旅游约会 却故意定了两间房 直四见状立刻耍起了小脾气 真由怎会不知道 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想些什么 不过为了让今夜的合体更加畅快 他只能暂时和直四保持距离 就在直四以为真由又会像以前那样 吊着自己的时候 当天晚上 一身性感睡群的女人 款步闯入了他的房间 直四又惊又喜 不夸张地说 二十年来他一直在等这一刻 就在二十年前的今天 直四孤孤坠地 看着好闺蜜和心爱的男人所生的孩子 真由的复仇大忌逐渐成型 这个计划不仅是为了报复百合 抢走了他的男人 更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当年他把百合当成自己最好的闺蜜 可对方每次面对真由父亲的时候 总是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轻挑 一平一笑内含了不少勾搭的意味 真由敏锐地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心里不由地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的预感应验了 趁真由沉沉睡去 百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真由父亲的卧室 还装出一副惹人恋爱的模样 表示自己怕急了打雷声 父亲被百合撩拨得心痒痒 但依旧死守最后的底线 没有做出任何越界的举动 百合见他强装镇定 主动扑到了男人身上 父亲原本坚定的信念渐渐动摇 等到被真由撞到时 粗力的手已经放在了百合细腻的大腿上 自打那天起 真由无比崇敬的父亲跌落神坛 他再也没有直视过对方的眼睛 当时的真由显然没有预料到之后的事 一周后的清晨 一向有条不紊的母亲 突然火急火燎地叫醒了睡梦中的真由 并告知了他父亲自意的噩耗 真由永远也忘不了那天父亲去世的样子 跪地的姿势仿佛在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非常清楚这件事和百合脱不了干系 于是打从直四降生那天起 他便开始密谋这个长达二十年的复仇大计 他将直四培养成自己的秘密情缘 但却故意不让男孩跨越那条红线 直到直四二十岁生日的今天 真由才允许他和自己上床 这是复仇计划的终极一环 他要用自己的一夜来换直四的一辈子 就在直四以为他彻底拥有真由的时候 真由却突然开始对他不冷不热 自从旅游回来之后 秘密约会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 对此真由的解释只有一句太忙了 直四受不了多日不见的煎熬 于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虽然两人相处了整整二十年 但直四却一直觉得自己走不进真由心里 好像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恋爱之中 即使两人早就说好了要秘密恋爱 可直四为了彻底得到真由 不禁开始认真思考和女人结婚的事 令他没想到的是 真由非但像红小孩子一样拒绝了他 之后竟然还以送礼物的名义 给自己叫来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生 女人轻轻逝去南海嘴边的五眉子匠 借着魅惑地缩了缩手指 直四被这一幕深深吸引 完全忘了对方是母亲最好的闺蜜 从她既是那天起 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眼前的女人 每当父母有事出门 她就会被托付给真由阿姨 她十分享受短暂而幸福的二人时光 而真由偶尔做出的亲力动作 对她来说更像是随机掉落的嘉奖 她会品尝直四挂在嘴边的酱汁 还会将双腿放在男孩身上 如果真由握着她的小手献出一枚香吻 直四绝对会有样学样的亲回去 这些亲密的动作刻在了直四的内心深处 每当和真由秘密约会 她都会对着女人的身体反复温习 终于在二十岁生日那天 她如愿将自己彻底献给了真由 本以为那晚过后 她会和真由的关系更加亲密 谁知女人却像是突然换了个人 刻意减少了和直四的约会频率 而且每当直四主动求欢的时候 真由总会下意识地推开她 为了帮直四发泄欲火 女人甚至给她介绍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直四顿时觉得受到了侮辱 明明真由知道自己想要的只有她一个女人 可她却偏要在自己围屈上跳舞 直四的委屈到达了顶点 她知道真由的恋爱理念是克制 可依旧无法理解她为了制造羁绊 竟然规定两人这辈子只能做一次 从那天起 直四开始整日用酒精麻痹自己 本以为这样就能够遗忘真由 没想到思念反而愈加浓烈 此时的直四怎么都想不到 她只是真由复仇的一枚妻子 女人之所以跟她这样来回拉扯 都是为了报复相继夺走她爱人和父亲的闺蜜 而那个闺蜜正是她的母亲百合 百合对真由和直四的禁忌之恋一无所知 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占有真由的一切 得知真由可能要卖掉老家的房子和别墅 她第一时间就表现出了强烈的购买欲 说着还拿起了窗台上的漂亮王 那是当年她费尽口舌才向真由要来的 可不知怎的 到了自己手上反而觉得没那么漂亮 丈夫亮衣时分了解她的三分钟热度 于是下意识地拒绝了买房子一事 可百合却一直坚持在她耳边念叨 当年真由父亲认定亮衣会成为大热的作家 于是在她岌岌无名的时候 不计成本地给她一切生活所需 包括腾出一间偏房给亮衣借助 因此那处老房子也保留了她无数珍贵的回忆 想到这里 亮衣不禁开始动摇 几天后她将他们夫妻二人决定 勾入那间老房子的想法告知了真由 可没想到买家送上门来 真由却一点都不开心 当年百合从自己身边夺走了亮衣 并私下勾搭自己的父亲 导致对方羞愧难当选择自已 这两件事致使她的人生遭受巨大的重创 为了不让房子落入百合的手里 她当场便以母亲不想卖的借口挽拒了对方 本以为百合能明白自己的言外之意 没想到这个疯狂的女人隔天就跑到了老家 和真由母亲当面商量起了买房的事 男生正在和只见了一面的美女憨战 谁知还没尽兴就突然提上裤子走人 而她之所以这么无情 只是因为收到了一条老阿姨的短信 老阿姨既是母亲最好的闺蜜 也是她秘密恋爱的对象 得知冷战数日的真由想见自己 直四飞奔着冲到了色谷 全程没有一秒停泄 等到了女人身边 她的衣服早已被汗水尽头 几天前真由为了帮直四发泄浴火 特地为她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并提醒她如果想和自己继续保持这段禁忌之恋 必须克制肌肤之亲的欲望 否则很快就会厌倦彼此 真由明知道直四不想碰触她以外的女人 却非要逼着她和别人亲密 愤怒和委屈涌上心头 从那以后的好几天她都没有联系真由 甚至平生第一次参加了联谊 希望可以以此来分散对女人的思念 谁知好巧不巧竟偶遇了真由介绍给自己的女孩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非真由不可 联谊结束她就和女孩搞到了一起 没想到中途突然收到了真由的短信 这才有了刚开始的一幕 虽说直四只不过是她复仇的工具 但看到南海满头大汗和委屈的狗狗模样 真由不免有些心疼 不过这恰恰证明了复仇计划的成功 如果百合知道她含辛茹苦养了二十年的儿子爱上了自己 肯定会后悔当初勾引了真由的爱人和父亲 只是没想到下一秒 直四的告白将她复仇的信念瞬间击溃 真由不由的类线失守 她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是爱上了这枚妻子 与此同时 百合为了买下真由家的老屋 特地跑去老家找到了真由的母亲 通过一系列的旁敲侧击 才得知真由骗了自己 真由母亲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卖房的想法 只不过是真由不想卖给她故意编造了这个借口 她向真由母亲透露出买房的意愿 对方果然很快就同意了 继她从真由身边抢走亮衣和她的父亲之后 购入老屋堪称她的又一个壮举 殊不知就在她思考着之后 要从真由那里索取什么东西的时候 身边的家人正在慢慢离她远去 除了她尚未察觉到的直四的恋情 这些年来 丈夫亮衣的内心也始终保留着真由的一席之地 趁着出差取材的间隙 亮衣和身为责编的真由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 她无法忘记当年两人的浪漫之吻 望着女人韵味油存的脸庞 在酒精的作用下 亮衣时隔多年再次亲了上去 一队年轻床友正在交换唾液 激烈的喘息声传到了客厅服案写作的女人耳中 但她既没有好好欣赏也没有申请加入 只是不安地皱了皱眉 床上的男人是她年仅20岁的小男友 同时也是闺蜜的儿子 为了让直四保留对自己的激情 真由特地给她介绍了一个发泄欲望的对象 但当她真枪实弹地上场时 真由还是感到一阵揪心的疼 等到二人酣战过后 她情不自禁向直四表达了浓烈的爱意 直四温柔地望着眼前的女人 随后轻轻在她双唇处落上一吻 殊不知这一幕被百合请的私家侦探派了下来 原本想调查真由有没有背着自己勾搭丈夫亮衣 没想到却意外收获了儿子和她的亲密照 就在她心中五味杂陈的时候 直四气冲冲地推门而入 一言不发地喝起了冰镇饮料 看到儿子脸上的血痕 她把对方撕毁真由的是憋了回去 关切地询问起了伤口的来历 直四没有理会母亲的关心 撂下一句明天她要搬出去就回了卧室 不用猜就知道 百合怎么会让他们得逞 她看了看守中的冰锥 顿时萌生了一股杀意 趁着直四沉沉睡去 她将冰锥缓缓游移到对方脆弱的脖梗 不过她之所以想要亲手结束儿子的性命 并非是想从真由那里夺回直四 而是不想让直四霸占着真由 早在和真由相遇的那一刻 她就决定一辈子跟那个女人纠缠下去 当年为了帮真由教训欺负她的同学 百合就是用手中的冰锥挟持了带头的小太妹 而百合之所以随身携带冰锥 全都源于她自带的不幸属性 父母从来不会照顾她的情绪 两个弟弟没日没夜地打架 父亲的下属还总会对她伸出闲珠手 同学也因为百合一家是乡下来的爆发户 时不时就会嘲笑和排挤她 很多时候百合都恨不得消失在这个世界 直到真由看穿了她伪装的坚强 并且愿意将浑身试刺的百合拥入怀中 但不知从何时起 她对真由的爱开始变质 为了让真由的一切都属于自己 百合不惜勾引真由最崇敬的父亲 两人第一次亲密就被真由撞了个正着 或许是出于愧疚 没多久她的父亲就在老家的院内自营了 而身为间接杀人犯的百合只是感慨了一句 几年后百合盛装打扮 找到了和真由青梅竹马的亮衣 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 在百合几次三番的盛情邀请之下 亮衣最初坚定的意志开始动摇 没多久便缴械投降了 三个月后 百合生下了一个男婴 也就是如今真由禁忌之恋的对象 如果她没猜错 真由从直四降生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编制一张复仇的巨网 为的就是让她品尝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 只可惜真由从一开始就错了 因为在百合心中 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只有她一个 这对父子因为同一个女人吃起了彼此的醋 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血气方刚的儿子率先挥出一拳 打得老父亲当场就破了响 见直四如此大逆不道 亮衣立刻加倍奉还 奈何她上了年纪 不出几个回合就被儿子轻松拿下 这场乱斗的女主角名叫真由 当年亮衣和她是一对典型的青梅竹马 所有人都以为她们会走进婚姻的殿堂 没想到男人最后竟和真由的闺蜜搞到了一起 不久后还诞下了一个男婴 为了报复这对狗男女 真由从直四出生那天起 就有意识地把她调教成自己爱的奴隶 亮衣察觉到了真由的阴谋 第一时间将这一切告诉了直四 并提醒她只是真由复仇的一枚妻子 不要被对方所谓的爱情理念洗脉 哪成想直四不仅不在乎自己被真由利用 甚至还由于亮衣轻视两人的爱情 当场将老父亲按在地上摩擦 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家除了她和亮衣 身为真由闺蜜的母亲百合也深爱着真由 并且她的爱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为了独占真由 她竟然对亲生儿子起了杀心 不过就在她要下手的前一秒 竟然恢复了理智 因为百合突然意识到 她还从未向真由表白过自己的爱意 隔天她驱车赶到了真由的老家 决定和她好好谈谈 可真由的心早就被百合伤得千疮百孔 当年百合先是勾引自己的父亲 导致对方自已 之后又夺走了和她青梅竹马的亮衣 她早就恶心透了眼前的女人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对方 百合一听这话当场就坐不住了 真由一把推开纠缠不休的百合 再次言辞坚决地提出了绝交 百合见她心意已决 只能哭着说了永别 此时的真由还没有意识到 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沉睡的真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电话那头是几日没有联系的百合 得知亮衣一丝脑梗突然晕倒 真由第一时间载着百合赶往医院 途中百合以堵车为借口 故意给真由导航了一条僻静的小路 借着她轻轻握住了真由操控方向盘的手 询问她能否跟自己重归于好 与此同时 百合口中住院的亮衣正好端端在研究写作 她对妻子的疯狂举动一无所知 由于缺少参考资料 亮衣特地给儿子打去电话 让对方帮忙将资料送来宾馆 直四一回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样 自己和真由的亲密照被撕得吸碎 王傲的胸口也被插了一把冰锥 她来不及思考 发狂地奔向真由身边 不过就算她跑得再快也为时已晚 在百合的操作下 失控的车子狠狠撞向了路边的大树 百合在事故中撒手人寰 而真由则被撞成了植物人 在她无法动弹的这一年时间里 直四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她 不仅会贴心地帮她滴眼药水 还会不辞辛苦地推着她上下坡走到海边 经历了这么多坎坷 直四还是一如之前那样潇洒 望着她越游越远的身影 真由发出了无声的呢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